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讲这个类对象 刚刚咱们讲的是实例对象 就是通过这个类创造出来的 通过这个模具创造出来的这个饼干对象 接下来我们再讲这个模具本身 类对象,首先我们说一下 当我们前面定义类的时候呢 是这么定义的,对不对 class,对吧,什么什么什么 得定义好了 class后面加了类名,冒号 然后里边呢,加我们的这个类体 就多个方法,对不对 我当然我在这写了个pass 现在大家应该懂pass是什么意思 空,对吧 然后呢,我就可以去打印这个类的相关的信息 那么大家注意 当我们的解释器 注意哦,执行到这儿 就是创建了一个什么呢 创建了一个类对象 类的信息也是需要一个对象来保存的嘛 对不对,也是需要对象来保存的 所以呢,它的这个类型是什么类型呢 我直接给大家写到这儿了 大家看啊,我在这儿打印了一下 是什么呢 type 啊,student 然后id什么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type什么type呢 class 这个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大家注意哦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 Python里面呢 一个重要的类型 叫type 就像类型的意思 你定义的student类 student类类对象呢 就是type下面的一个实例 它就是模具类 相当于模具类一样 然后呢 我通过模具类里边呢 我建了一个什么呢 建了一个学生模板 学生模具 叫student模具 我通过这个模具呢 通过这个模具对象 type对象呢 我干嘛了 就对于这个嘛 对于那个class的这个内容嘛 对不对 再通过它干啥 再通过它干嘛呢 建造普通的对象嘛 这是个模具嘛 对不对 再建造我们的什么 student的对象 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我们的 属于什么呢 属于student的类 根据这个模具 创建好的什么 饼干对象在这儿 当然了 我还可以做 弄什么呢 弄其他的类 比如我又定义一个什么 classstudent 咱们再定义一个class car 汽车类 我用红色吧 我定义一个汽车类 相当于是个汽车模具一样 对不对 定义一个汽车类 它 加这个 我们的解释器 加载执行以后呢 就会形成一个 car 这样的类 类对象 就是type类型下面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再根据什么呢 再根据这个模具 生产什么 生产车 懂我意思吗 来根据它是生产什么呢 生产汽车的 懂我意思吗 这就不一样了啊 这产的谁 产的是学生 学生怎么写 看懂了没有 产的是不一样的 好吧 所以这里边呢 类对象 这就是什么 我们这所谓的模具 他们的模具类型就这个类 type 好了 这个估计会把很多朋友讲懵了 讲懵圈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下面做了个 做了个事情 看这个 student 大家看 student2 大家看 我在这儿 调用ID的时候呢 他也打印了他的ID 说明我们这个student 对吧 他本身也是什么 产生了一个对象 对不对 大家看 我把这个对象的地址 付给了stu2 2这个变量 看懂了没有 然后大家看 我在这个stu2这儿呢 又执行了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调舞这个 构造器了嘛 对不对 来我们把这个 演示演示啊 演示演示 回来了 演示演示 演示演示 还是在这个类里边 嗯 这也 应该要多了 这样吧 咱们新建一个吧 mypy 叫什么呀 myoo是吧 来 还是这个student 大家看 现在 stu2 我随便写了一个 student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把这个 类对象的地址 给了他了 以前我们去 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是这么创建的 student st靠 60 对不对 现在我还可以这么剪 大家看 我就这么剪啊 这说的话 走这么别扭的 我就这么剪 100分 看来看 效果一样吗 啊 抛起来 一模一样 说明什么 说明 哎 这呢 他 这个类 也是个对象 类对象 把这个值呢 付给了他 对不对 付给他以后呢 哎 我去他们俩指向了 同样的类对象 那我自然就看 可以干嘛了 可以去干嘛了 哎 根据他去创建吧 本质是一回事 好吧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类对象的一个是什么的一个说明 好吧 总之记住大家记住一句话 拍照中一切都是对象 当你搞得搞明白的时候呢 你就你就想 对吧 都是对象 好 那就对了 好 有点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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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